都是物理穿透装备为啥碎星锤比破晓厉害 碎星锤和破晓都是比较常见的护甲穿透装备 一个是战士出的,一个是射手出的 但是呢,他们的风评却不一样 很多玩家都认为,如果射手能出碎星锤的话 那就没有破晓什么事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 破晓的出场率越来越低 难道真的是因为碎星锤太强了吗 碎星锤是我见过装备介绍最简单的装备了 基础属性只有两条 80的物理攻击,10%的冷却缩减 技能也只有一个 增加40%物理穿透 单看属性,碎星锤撑不上厉害 同样都是穿透装备的暗影战斧 在基础属性上就全面碾压碎星锤 但是它的被动技能太香了 直接增加了近一半的物理穿透 在后期,很多坦克英雄都能把护甲提升到上线 毕竟一件反甲就有400护甲了 面对这种情况 普通的固定护甲穿透 根本就打不动这些护甲怪物 所以碎星锤就成为了扎神雄后期必备的装备 再加上射箭装备的价格并不贵 在后期很容易就能做出来 甚至在一些急需穿甲的情况下 有些射手英雄还会放弃破晓 优先出一把碎星锤 其实破晓也是有很多优点的 在属性上,破晓是全面碾压碎星锤的 高格的物理攻击 不错的攻击速度 可贵的暴击率加成 让这件装备成为了射手英雄 后期必处的装备 有两个被动技能 一个是增加20%物理穿透 远程英雄使用翻倍 另一个是增加50点普通伤害 远程英雄使用翻倍 因为被动的局限性 近战使用的话 只能享受一半的穿透和增上 大大的限制了破晓的出场率 而且因为价格太贵了 前中期根本就不能出 但是又因为需要三个小件合唱 在后期最后一件出 还很容易卡装备格子 就导致破晓的局限性进一步扩大 基本上最合适的出装时机 就是在优势的时候 先做出两三件攻速暴击装备 最后留下两个装备格子 慢慢的合成破晓 而这一缺点 就是破晓比不上随行锤的关键 前面介绍随行锤的时候 也说到了 随行锤有一个优点就是 价格便宜 可以随时做出来 而当对方已经拥有了 高额护甲的时候 破晓由于价格问题 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不出来的 这种情况就非常的拖慢节奏 搞不好就容易团战打不过 直接输掉比赛 不过嘛 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只要削弱一些属性 例如那个增加普攻伤害的被动 在后期根本就用不到 倒不如去掉这个技能 上调技术属性 再降低破晓的价格 那么破晓就会瞬间变成热门装备 或者是加强一下小剑的属性 让破晓的过度更平滑 那么射手们也更乐意出 也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小伙伴们这回知道 为啥破晓不如随行锤了吧 关于两条路哦 拜拜